著名冰球运动员 最近陷入了床召风波 不过他的遭遇跟我们司空见惯的剧情不太一样 他的床召门脸 丑闻 都算不上 43岁 杰克人 目前效力于NHL 北美冰上驱棍球联盟 弗罗里达美洲报队 他在美国冰球比赛的成绩非常卓越 每日邮报 说他是目前现役NHL球员里排名居首的得分手 1991-1992年连续两年帮匹斯保齐乐队 夺得斯坦里杯冠军NHL里的最高奖项 花这么半天介绍他有多牛 都是为了后面的铺垫 事情是这样的 NHL的床召被一名18岁的模特曝光 他叫凯瑟琳 靠德 培斯 照片倒是平平无奇 自拍姿势也相当眼熟 跟国内娱乐圈不时曝光的床召差不多 男主角是后睡着 女主角以他为背景和照留意 顺便留个把柄 但这名模特毕竟太年轻 所以 当他拿着床召威胁男方支付2000美元时 怎么也没想到对方会说 无所谓 你爱公开不公开 2000美元的床召 好便宜的说 这点钱都不给 女模特内心一定在骂自己瞎了眼 没得逞着凯瑟琳果然把照片发到网上 结果再次出人意料 首先站出来的是凯瑟琳的男朋友 他也是一名冰球球员 属于杰克国家青年队 这位小伙子的反应类似于我 X 我女朋友被我偶像睡了 没错 他正是 你的铁粉之一 并且他丝毫没有生气的意思 好像惊喜的成分更多 小编此时已是最最大 但没想到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 你的粉丝就是偶像的床召 来了一桌模仿秀 对 你没看错 就是模仿秀 粉丝纷纷模仿 海色零曝光的床召 一相同姿势搞了个床召系列 PACE 比如 真人版床召 PACE 与喵星人床召 PACE 和酒瓶来张床召 PACE 和女朋友来一张 和维尼熊的床召 PACE 和熊猫的床召 只能说 你的粉丝都是真爱 生生把偶像的床召 成为纽强的时尚 时尚最时尚